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由我们所没有设想到的原因呢 请您仔细观察 这是有问题的照片 究竟是哪儿不对劲了呢 您发现了吗 写着模特儿身后有一片疑似为女腿的影像 不知您认为此怪异影像是什么呢 有人说这是女孩子的大腿 有人说这个影像是掉落的竹叶 还有人说此影像为摄影师的手指 众说纷纭 每种说法似乎皆成立 请您再仔细看一看 此诡异影像是什么呢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我手上呢 这张疑似灵异照片的照片呢 据说是在我身后这一家冲洗店所冲洗的 那刚刚我们已经接到摄影师了 就是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 他跟我们说呢 如果我们有任何疑问 我们觉得说对这张照片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其实可以来这边寻找这个冲洗照片的老板 来问问他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想呢 我们现在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进去问老板娘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 老板您好 您好 我们是这个鬼话连篇 我想请问喔 这张照片是不是你们冲洗的 对 是喔 你对他有没有印象 有啊 像他要深刻对不对 印象深刻 那你当初冲洗出这样的照片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反应跟想法 觉得蛮奇怪的 因为当时在冲的时候 机器有出一些问题 机器有问题 对 冲医院老板告知我们在冲洗当天 他冲洗别的摄影师作品时 极有怪异的状况发生 别的摄影师的作品无法冲洗 底片毁坏 这会是不知名的力量所致吗 还是只是一连串的巧合呢 要是照片的一片串也是 他那个是要一连串的 他要三四张至少要三四张才要看 可是单独只有他这张的样子 您的意思是说这整卷底片照片里面 只有这一张 全部都是正常 只有这一张有特殊的疑似灵异现象就对了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摄影师的问题 比如说摄影师的手去弄到 或是什么去弄到 或是说什么东西掉下来啊 那个也不可能 刚好就这一张刚好掉下来啊 去挡到镜头或怎么样 如果以上的原因皆不成立 那原因到底为何 让我们继续探索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现象 你洗这么多一次成千上万的照片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现象 没有 完全 你看到是不是吓一跳 对啊 所有科学可以解释的原因 皆无法说明此怪异影像的形成 不知您现在心里 和我们所设想的理由是否相同 就让娟君再次证实 此张灵异照片的真实性 底片上皆显现该莫名景象 让我们和当天拍摄的摄影师 共同找出答案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 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 这是蔡大哥 你好你好 所以今天最主要是来 跟你们这个求证一下 你们当时的状况 这张照片是各位一起在现场拍摄到的 对对对 一起拍的 一起拍的 那当时你们拍摄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形拍到的 那天天气比较黑暗 它灯光好像不太过 有一点暗暗的就对了 然后你们是同时进行同时拍摄吗 同时拍摄 那各位拍到的照片 跟这个蔡大哥的是一样的吗 有这样的情形 没有没有 有 你们是同时拍在同一个背景 对 可是你们的照片出来却没有 对 怎么那么奇怪 那当时洗出这张照片的时候 以你们的专业角度来看 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 那目前我们拍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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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问一下 我们这位蔡大哥 你当时拍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你在拍的那一刹那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你说 industry 操玉的 画面中出现的几位当日拍摄现场 请您设想您是该位摄影师 如果是您 是否也會有相同感受出現呢 過車廂的行李 像這個車蓋對不對 打開 我剛好看到那個 我妹妹他們那個 演藝的那個老闆娘 演藝的老闆娘 她一直看我 她是老闆娘 好奇怪 眼光一直看我 她一直看你 對 我在轉機把她看的時候 我就奇怪 她女兒一直看我 看我之後就轉回來 要拿照相去 我們有看到那個 她的車蓋要掉下來 頭又轉 轉機要拿照相機的時候 頭這裡就打到 打到車蓋 讓我們再看一次 出現詭異現象的照片 以手指頭來講 應該這裡 手指頭到這裡為止的話 這裡還有一個切開 結果這個切開就 沒了 應該有 對 應該有個空隙對不對 對 應該有個空隙 那手指頭遮的話 應該是 是這個手指頭的影像 會在這個人像的前面 嗯 啊 結果 結果 結果這個 手指頭 就這樣 好像被人家的 讓人家的 很緊張 所以這樣講起來也不容易 那落葉呢 逐葉呢 逐葉呢 逐葉沒有 沒有那麼大分 你相信說 在這個另外一個空隙 其實還有一些文件 分離補充 你認真相不相信 我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那是半信半信 應該是有 我不會太迷信了 應該有 有感覺到 馬上讓我們直達拍攝現場 看是否可找出不同的線索 難怪 拍出的照片會有問題 因為真的 這邊 講真的沒有到現場 沒有辦法 聽會滿意的 你看你看旁邊 真的 真的蠻恐怖的 我們會不會待會出不去啊 天黑以後 對啊 萬一天黑以後 我們待會真的 攝影現場路途遙遠 位於深山之中 若被大家摸棚影飯 一同前往拍照 平常又怎麼會有人獨自前來呢 且山中多種植竹林 竹林粉意志即陰氣 尤其是女性靈體的陰氣 你是否有感覺到不同的氛圍呢 哇 到了啦 天啊 各位看到我們這裡 真的是非常的偏僻 可以說是這個 前不著春 後不著墊 那你不是說不怕 會啦 稍微會怕 對 今天剛好 松蜜小組出發時 借有慣例焚燒紙錢 原因乃松蜜小組 想請當地神明保佑路以順利 所有人員 皆可平安 對 你們當初就在這整個竹林裡面拍啊 對 對 唉唷 陰深深的 等一下 你看 你光是這樣一眼望去 普通人誰會跑來這裡 對 對 你不覺得那種氣氛就很怪嗎 然後你們就在這片竹林裡面拍攝 對 那你當初拍攝到 那一張 她站在這裡那邊 她 寫的攝影師都圍了半移型的 你們當時你們攝影師全部圍在這裡 然後那個女生是站在這裡 對 那我是在這裡拍的 我是站在這裡拍的 你一個人站在這裡拍 沒有 我怎麼爬上去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根竹子嘛 就是這裡 好的 我們來比對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現在確定是這一顆 對 你看好好的男人 這一顆就對了 對 然後女生就站在這裡嘛 當時你就在那邊拍攝 那 我們這樣子好了 大概拍立得 再拍一次 對 當模特兒 然後讓蔡先生 我當模特兒 對啊 當然不要拖成這樣 好 這張靈異照片的成因究竟為何 您心中有特別的想法嗎 老實說竹林等於巨嬰之地 尤其平時少有人煙的竹林 更能招惹出不同的靈體 若其餘說法一一被打破 那麼答案馬上就要呼之欲出 也許天氣配上當時人的磁場 才有可能拍出不一樣的照片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呢 我們照片的結果已經出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們跟那個 蔡先生拍的這個照片的背景 全部一模一樣 因為我們相機不同 所以我們會比較暗一點 那結果出來呢 三張的照片喔 她的 後面的背景呢 其實並沒有任何的這個 不一樣的現象 就是說靈異現象 或所謂的是干擾都沒有 沒有任何的落霧啊都沒有 那我想呢 這只能解釋成喔 要這個天時地利人和 才有辦法拍攝到 因為你們大家看那麼多的影片 都很清楚嘛 那那一天可能 蔡先生的氣場也特別略 剛好在那個時候被你拍攝到 那至於呢 要怎麼檢查 我覺得就看觀眾 你自己怎麼想 所以今天我們只能證實說 她沒有 沒有 對那如果你好奇的話呢 歡迎你們可以打電話 來問我們之後單位 我們可以提供你這樣的地點 自己人可以來試試看 那今天就圓滿收場 那我就回去 人平安就好 OK 好 不會再怕了嗎 證明你是 有點 還是有點怕